我说你在这放羊吗?放雾吗? 这个车子放在这里 哦哦哦哦哦 你车子要停在这一会儿会熄火的 打不着火的 嗯,一直放在这里 哦哦,行行行 昨天晚上我大概是听到了外面在下雨加雪 就很小很小的 没有去看哦 很冷很冷 这个电也罢工了 刚刚我在上面把它捂热了一下 就可以充电了 快要没有电了 充电宝还可以 早上的9点多 我也准备起来了 现在喝口水 就比喝冰的都要刺激 嗯 快了快了 还有四天左右吧 四天到五天左右就能拿到保温杯了 就可以喝热水了 外面起雾了 这个手啊,我从帐篷里面出来没有一会儿啊 就多得不及了 要把这个手套戴上了 卡不住啊 啊 一下子就没有直觉了 感觉 就是 针扎都没有直觉了 啊 现在还不是下雪啊 可能就是雨加雪下了一点点 就是以后啊 可能它那个雪 就是整个雪地里面啊 那可能会更冷更冷 就是不敢出帐篷了 等我拿到保暖装备再说啊 看看我能不能扛得住 扛不住就回南方 你看这个鼻涕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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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帅啊 好冷啊 好冷啊 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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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行啊 去 苍鸡吧 哦 苍鸡吧 苍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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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鸡行啊 对 好 这个应该好了 查一下什么 你们拿多了呀 没事了 我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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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捡了 你捡了 来拿啊 我在那边捡了 哦 我捡了 只能吃一会儿饭 烤一下火 烤一下火 雾好像已经散去了 散了好多了 40公里的热量啊 都在这儿了 热乎的 装备收拾的差不多了 下雪了 雨加雪啊 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啊 等一下可能就会大起来了 好久没有看到雪了 所以说你看我现在动着鼻子 那我觉得还是挺兴奋的 雪越下越大了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拍得清楚啊 看了一下时间啊 11点多了 又收拾了两三个小时吧 我现在只能拼命的蹬啊 然后 运动吧 会发生热 对吧 取暖 看 雪下大起来了 这好像下的是冰雹哦 不是雪哦 你看地上全是白白的 哦对没错是冰雹你看 下冰雹了 看来我今天接着走是错误的 我就应该在那个信号塔那边 再住一晚啊 我还有足够的煤炭啊 这一路啊 其实这个煤还真不少啊 多多少少的 大大小小的煤块啊 你看 还是不少的 昨天晚上啊 在帐篷里面 睡着睡着就被冻醒了两次 后来实在没办法 又 开启了我的木乃仪模式啊 因为 我那个睡袋啊 就是木乃仪式的 只有开启木乃仪模式 才是最暖和的 哇这边有个 木房 他们到这个地方来放木了 你看 下雪天啊 这个应该是没有人的 雪下大起来了 再大一点吧 让我见识一下 新疆的雪有多大 不得劲啊 这个能见度越来越低喽 我 我在想啊 我要不要提前再剪点煤哦 万一就是找到一个废机房什么的 也可以取一下暖嘛 对吧 前面大概是还有 三十多还是四十公里吧 就是一个 乡了 可能要到那个乡去住小旅馆了 还是怎么到了 好像是后面来车 前面也来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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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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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双手套已经半湿了 不能再让它湿了 我换上这种工作手套 橡皮的 应该博暖吧 下坡了 哇 全是雪啊 刚刚下的是雪子啊 加雨加雪啊 你看现在是 差不多算是额毛大雪了吧 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拍得清楚啊 看看掉到身上 就是额毛大雪了吧 我是既忐忑又开心啊 我是既忐忑又开心啊 我会把这种工作坊 词书被打开玩笑 你的耳朵 下的草莓 你每个小时的鱼 你再让它做一下 你再让它做到 一种盐 你再让它做一点 我再让它做到 你再让它做 你再让它做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车子要停电车 一会儿会熄火的 打不着火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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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行 行 行 他好像也骑不了了 就是因为雪太大了 又拦车走了 好像意思是这个样子 不太会讲普通话 好像还有20多公里 到前面的一个服务区吧 得快一点了 一会儿道路结冰的话就麻烦了 你看现在下面已经全部是雪了 不行啊必须要把雨衣拿出来了 这个先把它盖上 不过也没有什么用了 盖不盖也没什么用了 已经全部是雪和水了 是雨加雪哦 如果它刚刚是下雪的话 没事儿 雨加雪 再把这个雨衣给穿上 今天出发是个错误的选择 想都没想到会这么大 现在是下雨了 不是下雪了 雪已经停掉了 雨加雪是最冷的 比下雪还要冷 这边好像有房子 而且有个信号塔 看一下能不能住 那边也有 可能是 慕名的房子 看看看看 哎呀 这不都不行了 车子先停在这儿啊 先进去看一下 哎呀 上面好像有人的 啊是羊郡啊 哎呀住不了啊 全是羊和牛粪的 这一间稍微干净一点 对对对 就这一间稍微干净一点 不过里面全是奥利给啊 啊没法住 也有炭的煤啊 啊有煤啊 哇不仁直视啊 这间房间真的很好很好 哎呀住不了啊 里面味道太重了 我现在先去上面那个 好像上面那个是有人的 在放木的 看一下行不行啊 行的话我就到上面去 这里好像有车轴印 新的印子哦 可能上面有人的 如果有人 那我就接着往前面走了 还有二十多公里吧 就到了香了 我这个地方好像冻伤掉了 好疼啊 啊这个房子是开的 你看 钥子 钥子都在啊 不够好开了 还有床帘 哎呀 啊好像是有人的 啊好像是有人的 他们可能在这放木去了 哎呀 算了算了这边有人的 我在那边看到有一个高速公路桥下啊 这个桥都好像也可以 主要是我现在脚啊还有身上都湿了 我感觉我要湿温了 哇 有点严重下来了 看吧 反正这边雨应该也不会下的太大 太久了 我感觉是那个高速公路那边那个好一点 这个也可以啊 哎呀 哎呀 哎呀这有霉 哇太好了 有霉 哎呀这个桥都下面全是奥利野啊 哎呀这里挺好的 这好像可以哦 他还写了限高 哦说明可以通的 这个地方总不会有奥利给了吧 哦这个里面有点潮湿 还是刚刚那个洞干净一点 全湿了 哇这里是羊的奥利给啊 还没刚刚那个地方好呢 这下麻烦大了 我的手没有知觉了 不是说 就是 动一会儿没知觉的那种感觉 已经痛了就是说 没有知觉了 我现在戴上那个半湿的手套 然后把手放在嘎吱窝下面 让它缓一下看看能不能缓解 完蛋了 主要是下雨啊 下雪还不至于这么冷啊 因为我全身都湿透了 好了终于回过来了 但是手指头还是很痛很痛 现在也没有信号 我也不知道 距离前面的一个箱还有多远啊 看来我得到那个箱去找个旅馆住一下了 终于让我找到一个桥洞了很干净很干净的 就是这个桥洞你看 刚刚好刚刚好刚刚好 而且这个地方你看 就刚刚那个地方 它有个信号塔 有个应该是电信和移动的 反正我现在在这个地方 我刚刚刷了一下抖音信号也是挺好的 你看这个里面非常的干燥啊 有点可惜了就是没有煤啊 我等一下我先把自行车器推下来 你看我现在嘴巴说话都说不出 就是说不厉害了就是洞僵掉了 洞僵掉了 洞僵掉了 我现在就把车子推下来吧 好像有煤但是不多 你看这个这个一个 来了一个人好像写着霍拉拉 写着霍拉拉 我往那边去 反方向 反方向我要去木垒 木垒啊 啊 你们是反方向啊 对啊 行行行行 你拉他吧 没事我要去木垒 木垒啊 啊 我们去木垒 你们去木垒啊 啊 那正好啊 能能拉上吗 行行行 谢谢谢谢 这个说来运气也好啊 他们正好呢是要去木垒啊 还有富康啊 但是这辆车它是 霍拉拉伏击啊 嗯 他说去富康可以 但是他本身这一次 他是要去 木垒那边 带个货 如果空车的话 那我今天就可以到那个 富康那边去 挺好的 嗯 这一次呢 就是本来我如果按照 霍拉拉打的话 大概是需要 300到400块钱左右吧 那得要到那个 县城那边去了 这一次呢 就 200块钱吧 就到那边去了 现在装备已经全部都拆掉了 等一下下车的时候 拆掉吧 只是这样了 我这个锁动的 之前是没有太多直觉啊 现在到车里面 稍微缓解了一点 这个 十个手之后啊 现在没有什么直觉了 很痛很痛啊 碰一下就有痛啊 碰一下就有痛啊 这个裤子还有鞋子穿濕了 要不是他们开的暖气啊 我还是等着扛不住的 看他坐在上面睡着了 快要到了吧 还有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这一个多小时啊 我骑自行车 看了一下这个坡 至少需要三天 好 谢谢师傅啊 随便随便 你给我靠那边就行 啊 这边关键 哦哦哦哦 对你就靠那边就行 哎哎哎 你这是电子啊 啊对这是我的电子 睡睡觉的电子 哎呀谢谢 对对对对还在下雨啊 我以为没下了 就就这样随便扔着吧 你要穿衣服 要穿要穿 我等一下找个地方 找不到那我就住宾馆 这边宾馆有点贵 要一百多 哎 哎哎 我打算本来打算是去富康住的 我的电刚刚好 可以维持到富康市 好好好 谢谢师傅啊 哎哎哎哎哎 哎呀我去把车 我自己可以把你带到苦口里拿 对对对对 本来我也是这样想的嘛 那是可以 对对对 这不是我的 这不是我的 那我就先走了 行行行 我得赶紧的装完 我就去录影去 或者是找宾馆 好好谢谢你们啊 还没事 这里已经是木雷县县城了 我装备先把它装上去 然后等一下的话 再去找一个宾馆 或者是找一个公园吧 注意一下看看 这边宾馆我刚刚看了一下 挺贵的 都是一两百块钱的 扭着不行了 全身是石破了 这包垃圾还带来 路上也没有找个地方扔掉 快装完了 这边看到有一个亭子 不过地是湿的 也没有办法了 我先去买点吃的吧 然后等一下再回来 到这里来录影了 或者是我再看一下 还有没有更大一点的 到这个店里面了 暖和一下 吃一碗 骨肉肉拌面 然后等一下去那个公园那边露营 或者是找一个宾馆啊 我刚刚看了一下 最便宜的都是一百 一百多钱 这边是山城哦 刚刚看了一下 有几家便宜的 它停车不得好好停 都是停在外面的 然后还在五楼 有的在四楼 在四楼 这边是从家尴尬的 全面上的天脚 就很好吃 下轮的你先吃啊 哎,不要紧,不要紧 嗯,你先吃 买了一个囊 我感觉我现在不找家旅店住的话 小小的衣服很难干啊 但是确实没有办法 为了健身成本吧 刚刚打车的话已经花了200了 一个面的话是30 那就是230了 这边也不是特别好近 我看了一下附近好多的公园 都没有什么合适的坪子 好了,就这了 这个下面确实有点湿了 不过确实没有办法了 湿就湿吧 我多铺几层就好了 这个雨又下起来了 这回把这个雨铺上吧 多铺一层 好了,帐篷搭起来了 这个雨家雪开始又搭起来了 好,反正一直在下吧 那么我也就进帐篷吧 把我那个炉子给点起来 然后尽量的能把一些重要的东西给烘干 就烘干一下吧 只能这样了 如果明天干不了的话 那没办法,只能去住旅店了 想想湿的肯定不行了 彼得要住住来了 好了,我现在把炉子点起来了 先把这个手套给它烘干了 哎呀